歡迎繼續收看大化新聞 我想台灣的農業 未來可能有很大的條件 我們就要跟大家說屬性 因為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通計 到2005年底 台灣島主中國農業企業 一共有4777件 這件人 金額有多少你知道嗎 金額有1,121億 121億 其中農漁木投資金額100多億 他說九成以上農漁木 付中國投資沒有登記 所以推測總金額有多少你知道嗎 1,500億 我們現在要讓大家了解說 像台灣島主農漁木的1,500億 他們來台灣過期要5千萬 你不會覺得很好笑嗎 如果有心情要買 再來 他說到去年底為止 到2006年底為止 中國政府在福建 海南 山東 廣東 廣西 黑龍江 總共設立10個 兩岸合作試驗區 同時在四川的新軍福建的張譜 設立4個台灣農民創業團 在中國有計畫的拉攏之下 台灣農業企業 西進到現在出估超過台幣1,500億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我跟大家說的是 中國有價位 剛才郭忠祥說的 在學我們的技術 壯大他們的農業 木徽是要用技術 我覺得這就是掏空台灣 當然 台灣的農民想要去 想要去投資 他有他的輸口 我們不可以說他不對 但是我要覺得 民進黨政府也有證明 這個怎麼會撞不住 第二是要認識 中國那裡不是真心 要來買台灣的規矩 我認識什麼 那應該是通建 可以這麼說嗎 來 宏委員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過去 國民黨在那裡 我曾經說 這個動台灣農民的出路 其實是在補合台灣農民 怎麼說 因為我們是要動台灣農民的 農業技術的輸出 不是要動台灣農產品的輸出 因為中國 剛才剛才宏祥說的 假如我開放市場給你 你就來我這裡投資 或市場賣賣 結果其實是技術輸出 我們的產品輸出 只有五千萬代表 還不是美金 所以在這種的經營之下 農業一般人比較不助長 其實好像比較不敏感 好像比較低科技 所以農業人口都外了 其實農業有很多 裡面很高的科技 台灣的農業 今天可以在世界的立足 台灣地下人 地下人籌 土地那裡 人家那裡 還可以農業 還可以立足 台灣農業技術 所以這個技術的外流很嚴重 尤其我們還有一個所謂 農委會 過去退休的農業 研究人員 農委會現在 有五十七個研究單位 過去退休的農業 人員 去中國大陸 超過四百個 這四百個 提供農委會主委 前陸委 前陸委 村子水委 既來的都要去 很多技術就是這樣流 都沒有關節 政府觀的盪不到 還在盪這個農民 你盪高科技 八寸晶圓廠 盪整部 但是農業去 因為農業是 基本上都在補合 因為農業的中屬性口 太敏感 所以這間接到 政理的因素 和經濟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要注意 這樣喔 注意也不夠 說實在 是 我說的實在說 今年這個連政主席 他去中國跟府前有經典 要他控議 你不是要照顧我們台灣的農民 要買二十幾項 怎麼要五千萬 二十幾項一萬再買多少 差不多兩百四十萬而已 怎麼他控議 連夜會叫就忙叔叔 是不是 徐老師 其實剛才黃委員講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台灣在看所謂高科技的時候 不要只想到電子產業 農業生物科技也是高科技 荷蘭最有名的這個農產品是什麼 就玉金香 所以他們在保護玉金香種子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 這個東西就是荷蘭的命根子 同樣對台灣而言 高科技的保護其實很重要 這個農業生物也是在其中裡面 我是覺得台灣最近在訂這個 所謂敏感科技保護法 我覺得這部分也要涵蓋進去 民進黨政府應該想到這一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台灣對中國出超很多 數百億美金 大部分是什麼 不是農業產品 所以農業產品零關稅 其實對台灣幫助並不大 什麼東西零關稅才有幫助 工業產品零關稅 就是因為我們出口到中國大陸 這關稅太高 所以台灣廠商 還非得到中國大陸去設廠不可 如果胡錦濤真的是要 對台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你就把關稅減一半好了 你看著好了 台灣這些高科技的廠商 會不會很感謝他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們一起討論 就是請大家看清楚 事情的分解是什麼 請大家再看 這是今年四月二十的報索 四月二十就定義是差不多一九月前 這是中國西部 中國西部下的 省農會嗆南軍要主台灣農民黨 這裏我念這個內容給大家聽 這個內容是什麼人說 這不是我說 這是省農會總幹事 所謂張詠誠說的 我們要說的是 今天國民黨照顧農民嗎 來這個我請你來回應 他說怎麼樣 張詠誠舉出具體的數據說 本屆的立委任期剩不到一年就要結束了 但關於農民的法案 像農會法修正草案 高達十八案完全停擺 十八案完全停擺 再來 農民健保法的修正草案 有十案到現在原封不動 再來 最近政治人物雖然對老農金的加碼 喊口號 但是呢 具體條文有六項修正草案 全數沒有審查 OK 當然你也知道 關於民進黨說 奇怪這些人如果不會強行過過 但是過半也是國民黨 也是南軍 所以說他要奔討法 他要照顧農民 為什麼張詠誠會這樣說 你農民的法案都沒過了 只有過什麼 農委會法修正 那個什麼 全幹事業任期條例給拿掉 只有過那 為什麼 洪一這裡面反應 你去看立法院在處理這些法案當中 軍公教那個十八趴可能會優先處理 因為他那個結構性 這個政黨後面所要優先照顧的那個結構性很清楚 那農民的這個問題 確實像那個張文誠講的 他被放在後面 那但是我們也最近看到馬英九先生出來喊說要加到六千塊 那這是少見的 因為他過去也不太 不太 應該不此於過去陳扁先生在他任內不斷的加碼喊價 就是說認為那有一些政策買票 但是他今年也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見南部的票 就是說北部大概認為藍軍比較多 南部堅實的是綠軍的票 在這裡面怎麼樣穿透 他的想法就是要照顧農民 要照顧農民就是加碼 可是過去長期以來的檢驗透過這樣的一個檢驗 他確實是不成功的 就是說你不能到了選舉來喊一喊 而且你只是喊 然後剛剛大家談到那個農業的過程 其實台灣的農業農產試驗所 還有水產試驗所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改良相關的 或是基因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在台灣的印象當中 農業是西洋工業 一直在講工業 在講我們高科技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面 你看到了它是用以台制台 先去的台商線跟台灣農業 農民在競爭 它中間發展出來的矛盾就是 我在台灣認識去台灣投資的人 跟你在台灣的農民在競爭 現在發展出來的模式是這樣 所以當國民黨去跟對岸在談的時候 它是一種正式行銷 可是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市場資金技術 它是穿透的是流動的 所以你絕對不能用那個簡單的思維說 我們互惠 或是你私恩小惠 口頭上讓我們覺得 我們必須要跟你朝貢跟你感恩 但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 你如果去大陸 他們的海關還會 指著你說 我們跟你買香蕉 還很大聲跟你講 其實沒有多少錢 他還會跟你講 我們跟你買香蕉 一副私人給你的 有恩疑我們剛剛那個 對 所以這中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不平等 還有國民黨長期來對問題 沒有深刻的去了解跟解決 他就用 去做一個好小惠